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别饿坏了那匹马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学校不远处的地方有个书摊 摊主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青年 那里是我放学后唯一流连忘返的地方 可是更多的时候 身无分文的我只能装作选书的样子 偷看那么几则小故事 然后溜至大吉 有一次我父亲发现了 他责怪道 都像你这样白看书 人家怎么过日子 搬运队的马车夫需要马草 你可以扯马草换钱 从此 每天清早我就去山坡上扯马草 上学前卖给那些马车夫 攥着来之不易的毛票 我立即奔向那书摊 可马草并不那么好卖 卖不出马草的日子 我就强制自己不去书摊 有一次 我背着马草四处寻找马车夫时 经过了书摊 轮椅上的摊主叫住了我 怎么不来看书了 我抖抖手中提的一捆马草 无奈地摇摇头 他先是一愣 记着眼睛一亮 对我笑道 过来 让我看看你的马草 他认真地看过马草后 冲礼物叫道 碧云 你出来一下 闻生走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 可能是他的妹妹吧 碧云 老爸不是有一匹马吗 收下这孩子的马草 他盯着姑娘茫然的眼睛 以哥哥的口吻命令道 听见没有 快把马草提进去 姑娘接过我的马草 提进了礼物 这天傍晚 我离开书摊时 轮椅上的他叮嘱我 以后马草就卖给我 别耽误时间 饿坏了那匹马 行吗 没问题 我巴不得有这样的好事 很久之后的一天 我一如往日地 背着马草 走向他的书摊 一如往日地 他冲着礼物叫道 碧云 快出来提马草 近连喊了树声 可碧云迟迟不出来 是不是有事出去了 他疑惑地自语道 我自己提进去 说着 我就往他身后的木板房走去 别别别 他急了 碧云 碧云 他用双手拼命地摇着轮椅 想阻住我的去路 你放下 等碧云来提 没事 我提着一样 别饿坏了那匹马 我提着马草 推开了那扇 枝丫作响的门 回来 他在身后喊道 那马会踢伤你的 可是迟了 我已经走进他家的后院 看见了一堆枯粘焦黄的马草 前些日子 我卖给他的所有马草 那匹马呢 香甜甜地吃着我拔的马草的那匹马呢 我扭头冲了出来 围在他的轮椅上 只想哭 对不起 我这样做可能伤害了你 他拍着我的肩头 轻声说道 我知道 你希望真有那么一匹马 其实 没事的 你继续看书吧 我努力点点头 使劲忍着 没让自己哭出来 拜拜 谢谢观看